火是工具,也是武器 它让人变得更加强健和自信 更重要的是,钻木取火 是人第一次成功地支配了一种自然力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 各种文明都把第一个取火者奉为英雄 因为没有火,就永远无法点燃文明 在很远的西边有一个神国叫碎民国 偏僻荒凉 神国的中央长着一棵硕大的 闪闪发光的神树 占地达万寝 名为碎木 一天,碎人士云游到此 他特意来到树下 想弄清楚光的来源 他发现神树上栖息着一种神鸟 只要它们用短而硬的灰去啄那树干 就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 反复实验的碎人士成功了 他将悟出的取火之法 交给了更多的人 很多年后我们知道 模仿鸟会钻木 就是利用摩擦力生火 在这个原理下 合适的材质加上合适的力量 就会迸发出火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